每个人都会说话 但不见得说出来的话 都能让人听得懂 因此沟通对任何人 尤其是工部门 都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提升卫民服务的品质 花莲市公所特别开办了 两个长次的研习课程 邀请了深耕花莲的相声老师 朱德刚到场分享说话艺术 在说话里面来说 我们怎么跟人沟通 其实首先重要的是先进 你能不能仔细地听人家说话 你能不能听到人家 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曾拿下三次广播金钟奖 还曾入围金钟奖 男配角的朱德刚 除了相声表演 还曾跨足电视演艺圈 多年前带着老婆小孩 定居花莲 并成立把斗洗缩眼斑 去年底更开了相声茶馆 推广说唱艺术 在大家的眼中 朱德刚老师反应灵敏 口条清晰 不过他说 其实他在国中的时候 葛姓慕娜不善于表达 所以说话是可以经由训练 久而久之久习以为常 这次特别受邀到华联市公所 开办了两场次的研习课程 分享说话艺术 那我们希望我们同仁们 在受完课程训练之后 都能够有一些 本质上的一个提升 职能上的提升 那尤其是我们很多同仁 是要常常面对民众 那当然面对民众的时候 可能是有一些民众 有一些情绪到了公所 那如何做有智慧的 口语表达应对 让民众能够开心的 得到满意的答案回去 那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那也希望未来每一个同仁 借由口语表达 可以用幽默 然后口吻的方式 跟同仁之间相处之外 也可以用比较欢乐的方式 让民众带来更多的一个服务态度 那我们希望未来 能够提升更多的相关职能技能 那华联市公所 也可以持续的训练自己的员工 这样员工做好最棒的服务 不要抄 别打乱 在互动练习中 朱德纲老师也透过传话与故事接融 让参与这项课程的公所员工 天马行空说故事 借此用言语表达说话的艺术 也让思考大要进 幽默风趣的教学方式 更让现场小声连连 同仁们直呼收益良多 记者许丽琴 华联市报导 第二 就是猫猫猫 就是猫猫猫的